嘿唷 聊四季 天野龍星 大家好 我是雷翁 今天要來看庫曼人對上緬甸人 正常比賽也是TCI 冠軍邀請賽 好 那先來看一下 黃芳是我們熟知的MIPER MIPER這次選擇了緬甸人 MIPER這個緬甸人我覺得選得蠻好 因為緬甸人本身文明算是蠻強的 他有免費的伐木技術 而且有這個飛鏢騎兵可以使用 那飛鏢騎兵呢 雖然在競技場來說並不會那麼亮眼 在一些泳墓地圖來說 或是阿拉伯 緬甸人的飛鏢騎兵可能會更難受一點 那緬甸人他的生旅戰 在競技場來說也是蠻厲害的 畢竟他的生旅科技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在競技場來說也算是能打的 那緬甸人還有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每升級一個時代 步兵單位都會增加一攻 那這個難度遇到對方庫曼人 是騎兵不光明的情況 而且又是馬攻 所以可能比較難受一點 所以這一點 MIPER可能會有一點顯得劣勢 那待會就要來看MIPER 又有什麼些特殊戰術 去印度應付這個庫曼人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庫曼 那庫曼人最大的特色 是封建時代開始 就可以蓋下自己的額外的城鎮中心 但是只能蓋下一個 不能蓋下3TC開農 那庫曼人這個能力呢 讓他在競技場來說 存農的情況下 競技量會非常的好 很容易打出競技差距 然後速帝王一波 開拆巨頭 然後把對方的城堡給拆掉 然後進去裡面用個遊俠打個一波 或是清查裡面射個一波 直接把對方給弄爆 這是比較常見的庫曼的經濟型打法 那庫曼來說 整體算是比較偏龍的一個文明 當然他要打強軍士也是可以 但不太推薦 因為他封建時代也可以造出衝車去攻城 但是效率來說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 打這個封建時代 雙TC開農的能力 會比較更適合 扣慢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那在8月23號的時候 VIPER跟塔套已經打完他們說的比賽了 那VIPER這次打的比賽都是蠻快速的 有些場次比較 要算是單方面擬壓 那我挑了這一場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稍微來 方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看到VIPER已經開始在趕路了 那庫曼這邊則是早就已經趕完了 VIPER的打法算是比較偏正常一點 沒有開特殊的地方 沒有些 你看庫曼這邊是沒有先下果子的 原來庫曼這邊的打法是要打一個樹上封建時代 然後趕快開下城鎮中心 19批上封的一個策略 那上到封建時代之後 就可以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了 開在偏後面一點 然後這時候再去補下自己的果子 維持肉量雙TC 通常吃果子也是建議四個人 繼續持就好 可能再太多的話會讓自己的工作效率不是很好 好 好 當然這邊庫曼雙TC開農之後 前方也是補下了一棟劍塔 直接突然打起了塔弓 庫曼這邊也可以考慮喔 再下一個射箭場 因為庫曼射箭場也是很便宜的 還有馬舅 所以打這個塔弓狗 也算是蠻適合庫曼人的文明方法 好 好 這裡要三個人去挖石頭 喔唷 這裡補下了一級農 然後曼盒則是在右側的部分 補下了一根劍塔 好 這邊進去之後 看到前方精圍差不多 右邊精下了一根劍塔 這裡要補兩棟房子不知道要幹嘛 可能是補好玩的 可能快卡人口先補一下 也沒有啊 好 這裡再繼續用這個村民超木牆 再查一根新的劍塔 逼迫曼盒這邊也要去挖石頭 脫掉自己的經濟喔 但曼盒也沒那麼傻 完全不想挖石頭 直接用村民圍個一下 圍個房子 然後兵工廠 準備來升城堡時代了 那待會升到城堡時代 曼盒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衝車或投石車 慢慢拆除對方的劍塔 不過是直接不理喔 3TC開龍挖石頭 待會在前線蓋城堡 然後劍頭開拆出去也可以 但這個方法可能不太建議了 或者是可以直接出個大象 開始頂 最後我要看曼盒這邊要補個馬舟 待會大象出去頂掉這些亮光塔 也是蠻有效率的做法 好 曼盒這邊買了110頭 決定要來跟對方對塔 但曼盒這邊拉的村民比較多 6村對上4村應該 但是對方有先蓋的關係 所以時間上來說會比對方 為慢多少 好 兩邊開射 這邊拖了曼盒五村的村民 在裡面射箭 但是目前村民差距已經打出來了 庫曼這邊是45村 打上曼盒29村 村民差距已經來到了非常驚人的 17吋的差距 那也是因為曼盒有升時代的關係 齁 村民術會差很多也是正常的 好 但曼盒這邊也沒有選定要挖石頭 反而是在前線蓋下了工程器製造所 沖車準備要來工程了 後面補下了僧侶 想要來做一個 城堡時代 僧侶半價科技 潛壓的打法 那通常要潛壓的時候 就是要按一台沖車 然後再蓋下投石車或弩套 那為什麼是要這樣打 最主要是因為要防止對方的工兵 或者是一些其他單位 在後面做防守 那通常是按投石車啦 奴砲是比較少見的 如果對方是第一時間用投石車反制 奴砲可能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好 這邊奴砲直接進去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勝率繼續按 那這邊要趕快點下救贖思想 那為什麼要點救贖思想 是因為要破門 因為曼盒這邊的勝率 對於半價科技的關係 475這個價格 會變成250左右而已 價格非常便宜 那這邊就只要趕快 按下更多的勝率 欸已經點了 OK 救贖思想點下之後 勝率就可以趕快 著想對方的建築物 就可以直接快速破門 攻擊到城鎮中心 傷到對方的經濟 這是曼砲這邊目前想要 驅逐的事情 這邊沒有打算開TC開農 但是目前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 村民差距快要來到了20村 這邊直接把槍兵往裡面站 往裡面站 也沒有辦法繼續往前頂了 這邊直接用自己的僧侶 開始招搶外圍的建築物 你看這邊按無炮的話 就不能用投石車去攻擊劍塔 或者是城鎮中心了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用投石車啦 但VIPER這邊是用無炮 就會有點 工程會有點趨緩 沒有那麼有效率 這邊繼續硬頂 這時候康曼在前面補下了移動城堡 上億人蓋寶開始 正面的塔供沒有繼續延續下去 現在全力防守正面 龍炮來得到了3台 VIPER現在經濟量還是輸的 但是對方一蓋起城堡之後 其實VIPER這一波的攻勢 就宣告失敗了 庫曼這邊防守是打得不錯 所以VIPER這邊就要考慮要不要轉農了 這邊再不轉農的話 待會清塔出來也是很難解 中雷按了一台投石車 清塔出來看到 還好現在奴炮可以打清塔 這邊清騎兵抓到投石車出來 卡位進不去 清塔過來幫忙一下 投石車找個一發 有了 竟然蜘蛛被打掉 清塔有機會活下來嗎 有點難 OK 這有點難解掉這台投石車 大家兩隻村民過來秀一下 咦 咦 這兩隻村民怎麼重疊了 呵呵 我剛剛想說奇怪怎麼少了一村 好 那Viper的正面部分 看起來也沒有要出大象 要去點 好 左側開始慢慢進攻 手指車拉過來 但接近這樣來說 Viper的村民術越來越慘了 哇 神女過來只招掉了一隻青茶 青茶的攻擊速度很快 而且是散彈馬的關係 迅速解決掉兩隻生女 好 左側的地方 開始攻擊對方的箭塔 箭塔解決掉之後 就可以用盧炮啊 圖紙車 開始拆掉這座城鎮中心了 當然也沒有關係 後面有3TC開弄 如果待會要繼續防守的話 這裡可以再補一個城堡 之類的 或是直接出工程器製造所 反制一下沖車也可以 但是現在頭子車會被 緬甸的救贖思想給招想掉的關係 所以沖車 喔 頭子車不是最加久 城堡凡是最好的防守方法 這台沖車被解掉 回來繼續修一下 好 這邊趕快圍 對 沒錯 這裡一定要先圍起來 好 正面的部份 清茶看到外面有偷蓋城鎮中心 這邊能夠趕快解得掉嗎 好 這邊直接收村 收到箭塔裡面 做避難 好 那接下來就把兩隻清茶放在這裡 讓對方不能蓋好這根清茶就可以了 好 本桌清茶走過來 想要來解掉VIPER這邊的兩隻清茶 右邊有一隻聖驢 想要攔截但來不及 這一棟城鎮中心 快要被拆掉 開始時間還是有點久 OK 沖車快要修好 還沒修好之前就會往前頂 但是兩隻村民也跟上去 要小心會被城堡給射掉 唉唷 剛好拉走 唉唷 這個VIPER 生鎮 完蛋完蛋完蛋 有一點小小失誤 趕快拉血量 唉唷 活了下來 這個生鎮躲箭死 好猛 好 最後城堡中心也是在前方被建立了起來 好 那現在其實可以B站喔 清茶沒有那麼必要 一定要往這邊攻擊 有在挖石頭嗎 有 這裡要趕快繼續挖石頭 來這邊偷挖也可以 對 沒錯 來這邊偷挖 好 後面聖驢直接應招 一隻兩隻 第三隻能招到嗎 有點困難 好 繼續秀一下衝車 結果衝車被點掉了 清茶的箭矢數量太多 雖然射衝車怎麼這都是一滴血 但是這個數量太多了 還是被點掉了 唉唷 生鎮 鬥 好 頭子車繼續往前突進 想要拆除掉更多的城鎮中心 但庫曼這邊也沒有傻傻的喔 趕快按了幾隻村民喔 過來蓋模仿 繼續把這些農田回收漏量 這樣就可以確保這些被控制的農田 好 這裡終於拆掉了這個刺激 但是後方的老頭全部被打倒 清茶中午用自己的閃爭 解掉這波奴炮的侵略 哇 庫曼這邊打得非常好 聰明差距目前被打出了 88吋對上66吋 聰明差距為22吋左右 好 白普在前面建立一棟城堡 直接拆掉城鎮中心還有這根劍塔 聰明處目前來到了90吋 聰明差距還是蠻大的 20吋的差距 這邊直接拿回農田 我們會開下新的城鎮中心 再繼續農一下 這些清茶就可以先去外面了 稍微溜一下 這邊聖物要趕快搬回來 待會外面安全的地方就不多了 就會被清茶給控制住了 目前確保兩個聖物 右邊這個聖物能夠拿下來嗎 這個建塔可能會有點難拆掉 好 撤了 村民應該會被收掉一村 哇靠 這個村民扭妖 躲過了大量箭矢 但是目前來說還是對白克來說 是相當劣勢的 這個有點 前面投資太多的東西 結果也沒有重傷到庫曼 算是小傷而已 好 寫掉外面的建築物 這時候VIPER點下帝王十代 但這個帝王十代點上去 也不知道該用什麼東西打清產 因為其實緬甸的戰毛兵是非常廢的 只有一級的工兵鎧甲 轉中裝騎士 打清茶也不是非常好的一個選項 這也是緬甸人 打馬弓單位比較麻煩的一點 當然緬甸人也可以點下銀罐技術 這個銀罐技術點下之後 對騎兵有加4點的偶外增傷 還是5點的樣子 所以打馬弓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這個打法就要非常需要大量的肉量 VIPER沒有農起來之前 是沒有辦法用這個招 去抵禦對方清茶 或是後來的這些遊俠單位 哇 村民差距被打太多了吧 要落後快要50村了 VIPER有點難受 這裡TC要多開一點了 補下了中頭的升級 好 中頭打清茶有想法 好像也可以喔 背肩清茶手短 中頭這是我沒想過的 通常打中頭對方 清茶也可以用走位方式 躲掉投石側的傷害 好 清茶過來 第一時間點掉了一台 哎呀 但是被炸到一發 哇 清茶過來沒有點掉任何東西 反送了幾隻清茶 清茶血量非常殘 好 右方衝車偷偷開頂 看能不能打出一個破口 讓清茶全部送進去 好 去做一個 打出洞穴 然後擊殺後方村民的一個打法 正面城堡 這棟可能要掉了 看破碗這邊也轉出了中頭 兩邊都想要打一個中頭護打 好 後車過來 解一下 快速拆掉衝車 OK 我們目前看到兩邊的一個經濟差距越來越誇張 147吋打上89吋 村民拆距越來到了快60吋 好 但這時候 庫曼直接右邊開路 想要來從後方進去 但這裡有個瞭望塔 可能要被看到 OK MAP這時候應該有意識到 怪怪的 清茶消失這麼久 這裡補了一個洞 好 果然有發現 大量槍兵開始往回手 但槍兵沒有辦法擋得住 清茶 清茶這時候已經點下安息人戰術 遠防6 安息人戰術點完之後 對槍兵還會加4點的傷害 右邊有更多的城堡 目前空圖來說 庫曼還是空得比較好 哇 這邊 直接用頭車解掉了巨頭 跟後方這一坨大軍該怎麼辦呢 這一坨大軍是MAP很難解 而且洛瑪現在可以入侵進來也很麻煩 槍兵不能離開崗位 一離開崗位的話 正面的鐘頭會有點危險 這邊想要秀操作但沒秀到 完蛋了 大家趕快拉村民來修理一下 村民過來修 好 正面的部分MAP有點被打到有點手忙腳亂 聰明術還是非常落後的情況 庫曼點下了一級的馬卡 好 用鐘頭直接去解後方的肉麻 這邊想要預判但沒預判成功 這邊想要解掉長槍兵 好 這邊開始秀操作 點掉了一台鐘頭 OK 這邊操作秀得很好 好 緬甸這裡補下了疾病的升級 砸一發 砸到了 哇 清查損失慘重 但是MAP這邊也損失兩台鐘頭 兩邊都有點傷 好 這邊要用長槍兵直接硬上了嗎 但是後方有大洛瑪過來 這裡還是要賭一下 右邊補一個城門 防守住的後方後續的援助 好 這一波應該拿下來了 疾病上前硬戳 頭子是後面砸 好 再砸個一發 喔 這邊有洞 不能挖穿 趕快走 好 把清查逼到了死角 這邊想要利用鐘頭來幫自己開路 有機會嗎 鐘頭慢慢砸 疾病也不上前 好 砸出了一個洞來 但清查這時候沒有意識到有一個洞 欸 有 看到有個洞還是往上鑽進去 拉了幾隻村民想要過去扁他 這邊的部分快要扛不太住 對方的大洛瑪跟清查 還有GIN頭子機 全部圍巢了上來 海河後方經濟還是有被小鬧到了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次灑出更多農田 木頭量現在有點爆炸 現在沒有安全地方可以灑農田了 現在才開始在灑 經濟量來說已經有點開始跟不太上 緬甸 沒有辦法跟上庫曼了 雖然本來就已經跟不上了 好 更多的疾病到正面扛住 但是目標是後方巨頭死機 而不是中頭 但是中頭這邊也反制了回去 巨頭死機 再一發 砸掉 但是又有更多巨頭過來 城堡啦 非常多名來修 但是三巨頭 很難 守得住 哇 這個差一發就可以解掉 但是三巨頭 傷害已經出來 來不及解 守住這棟城堡 這時候鋪曼點下了精銳清茶的升級 看到這麼多疾病用清茶來解 會很開心的 還會這時候點下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工程器的傷害 還有這個射程 好 對方的中頭過來 自己的投石車趕快往後拉 用三巨去解決 但是還是被砸到一發殘血 自滴掉了中頭 右邊清茶也是虎絲丹丹 這時候點下了鑽瓦技術 提升了一下城堡的血量 跟防御力 好 更多大龍馬過來 第一時間想要上前 結果被砸了一波 被逼退了 右邊這個城門 哇 打得有夠快 太多箭矢了 好 那現在清茶是八弓 砸一發 呃 中了喔 好 現在用擊兵 配上 中頭的戰術 其實蠻有感的 OK 這裡 擊兵有機會上前一戳 而且擊兵傷害很高 6加3 雖然一攻都沒有點 但這邊可以硬戳戳掉 哇 這一波戳得很漂亮 然後白粉這邊有機會 可以拿掉這棟城堡 好 好 但困盤這邊買了非常多的石頭 直接爆滿一波 巨型投射機沒有繼續慘嗎 也沒有耶 好 右邊這一個 投射車 OK 砸掉 但城門的血量剩68滴 然後拉幾隻村怪修 哇 城堡被硬生生的修了回來 哇 白粉這波的攻防戰 打得好驚險 好 右邊又有衝車 再度進攻 唉唷 差點砸到 清查過來射一發 沒有辦法換掉一台投射車 現在庫曼這裡 絕對不能失誤 那現在庫曼這裡 絕對不能失誤 但還好他有疾兵 三攻三防都有 還有這邊則是已經斷金了 沒有辦法點下更多的巨型投射機 唉唷 差點又砸到了 但是大量的疾兵上前 戳掉了幾台投射車 那目前庫曼這邊也很清楚 只要把VIPER的投射車換掉 就沒有更多資源喔 可以產出投射車 他就有機會可以打得贏 好 這裡硬點 但是又被修了回來 VIPER這邊修投射車速度好快阿 怎麼還有一隻疾兵再戳 完蛋 你看 城堡射到頭車 頭車一發砸掉 哇 後面沒有中頭了 白盒後方完全沒有支援 這邊疾兵可能會直接被收光 疾兵直接上前了 也不管了 上前硬戳 戳掉一台巨頭 這邊疾兵也是往前戳掉一些青茶 青茶數量下降了一些些 趙雲疾兵就是猛阿 攻擊力現在應該有10攻了 但是這邊一定要再補下更多的中口 好 我可能守住 欸 這邊再補一個房子 這邊 OK 這個房子趕快補 絕對不能被打出漏洞來 這時候庫曼點下大衝撤升級 肉馬依舊還是遛了進去 好 白盒的村民處來到了111村 哎唷 差一點被收掉 半血 砸一發 預判 算成功嗎 喔 又砸掉了一些 哇 打羅馬有點煩 好 那這邊這棟城堡拿下來 MIP可以有機會突圍出去嗎 只要一有機會可以突圍 就有黃金 有黃金就有希望 欸 怎麼MIP有人在挖黃金阿 這應該是拉錯的 反正想要去挖 但發現這邊根本打不贏 好 這車再繼續砸 好 右邊大衝車 直接頂爆了大量的城牆 這裡大衝車進去的話 MIP會很危險 因為MIP現在機動性很不好 這坨清查進來 塗了一波 可能就沒囉 MIP這邊只用了一台鐘頭在防守 但這個洞已經要被打出來了 而且這裡還有鐘頭過來拆掉了房子 還有這個墓區 哇 完蛋了 右邊直接一個大洞 正面機兵抓到了鐘頭的一個時間點 即殺掉了三台鐘頭 正面大軍過來 完了 第一時間家裡防守的鐘頭 也被大洞馬解掉 清查這邊直接可以入侵進去 待會這波防守出現漏洞 但正面對方也沒守下來 但自己家裡暴躁還是更加危急的 這邊修道院的生物被頂了出來 HIP這邊直接斷金 後面雙人有大量的疾病過來防守 疾病第一時間去抓鐘頭 鐘頭解掉 但是家裡大片農田已經被控制住 沒有辦法安全地灑農田 經濟茶具又被打了出來 這時候白婆點下了二攻 左車的巨女頭刺青偷偷敲了一個大洞 但是防守非常快速 左邊又開始防守回來 下方的清查也是去拉打 哇 更多的疾病走過來 但打疾病速度效率還是很好 散彈馬攻就是猛啊 這個拉打 快到鏽光所有的疾病了 左側這個位置 巨女頭刺激全被拆光 大量疾病加肉馬直接解決掉 白婆的正面部隊 白婆現在完全斷進的狀況 雖然提升了二攻 但也沒有足夠的精進轉出更多疾病 白婆這邊可能要打出了GG 好 打了GG 哇 這一波庫曼打得非常漂亮 這邊 右邊鑽了這個洞 這個洞一打進去之後 直接損失了大量肉裂 然後正面就有點扛不住 擠兵的數量也就差距出來了 後面左邊VIPER這邊有打出一個洞來 想要進去攻城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兵可以進去打 這也是蠻可惜的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空曼這邊拿到大獲全勝 封建時代開農 經濟差距打了五十幾吋的差距 木頭的話也是輸了兩千 食物則是輸了快要一萬五 黃金還輸了五千 石頭也輸了快一倍 那VIPER基本上經濟快要輸到一倍的情況下 還可以打出這樣的戰績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那首推車也是最後的時候也踩點下 這也是讓VIPER有點沒有辦法逆轉的一個點 但我覺得還是打得很精彩 這個中頭對抗對方清查 確實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單位 後續的一個打法 我覺得還是庫曼這邊 用這個經濟碾壓 算是比較常用的一個打法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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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探討一下 我們下次看 先等一下 待會兒 我們下期待